原來像Omicron病毒的症狀就像是感冒一樣 現在也朝向了輕症化發展 現在專家擔心如果進入社區 短期內恐怕不容易發現 所以他們提醒打疫苗還是上場指釋 儘管國內疫情已超過一個月本土加零 但面對Omicron病毒來勢洶洶 不少醫師認為Omicron正往輕症病毒方向前進 如果進入到社區短期內也不容易發現 感染Omicron的患者症狀輕微除非進行篩檢 否則確實不容易發現 由於農曆春節即將到來 大量返鄉人潮湧現 這些地方恐怕會成為破口 由於Omicron傳染力高 這些室內高風險場所 如果確診容易迅速擴散 林一蘭強調新冠病毒不斷變種 不要認為病毒不會存在 呼籲打疫苗還是能有效預防重症死亡 希望民眾長者盡快接種才是當務之急 華視新聞陳瑶琪梁洪志台北報導